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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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礼拜啊 谈到一个小论题 说到 戏曲的 过程元素 其中 其中呢 这个受到巨场的问题 我说到 巨场啊 我把它分作五个例子 一种是什么 哇,很差,很差 一家人呢,高塔,必須 上一口吧 波蘭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说过了广长派 广长 我也说了一个故事给各位听 只是一块长 就是平地 平地上的怎么样 把它整理了 就成为一个平地可以利用的场所 所以我们有一个成体叫成地为场 就要把地除地为场 所以场可以说是戏曲舞台最原始的面貌 那么这时候的舞台一定是圆圈 观众怎么样 视周围包围来观赏 各位想一想 这时候演员和观众之间 密切不密切啊 互动不互动啊 非常互动 我们中国的这个剧场 一直保留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这里边演出的 他的艺术的特点 就是踏 踏 就是踏定为节 割唱的时候 要有节拍 节奏 是哪里的步法 节奏 所叫踏 歌唱是自然发出来的一种声音 表达自然流露的一种情感 我们说树温泉里边最自然的最正确的就是这两句 这两句 满心而发,似佛而成 似佛不讲造作,直接唱出来 各位,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艺术虽然有非常自然 但一定是很肢体 会不会有金光雕琢啊,韵亮啊,过失啊 这种艺术的手法就不会有 那他谣,我们现在把它翻译出来 他就是普通舞 谣就是怎么样 歌谣小调 民间歌谣小调 这是一种很基本很初级的艺术手态 所以像这样的广常态 演出的戏曲的那种具种特色 一定是怎么样 一种是雏形的 简单雏形的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高台 高台就在广场里边 把演出的台怎么样 高,高级就搭成一个高台 那么这种高台 各位想一想 它为什么要高台 在广场太阳的时候 观众能多还是只能少数啊 少数啊 我小时候在乡下 看那个戏小 人家围了一大圈 我们就从大人的脚下 穿过去 但是高台就不一样 周围所看到的人就多了 眼睛好脸 眼脸、视脸、视角 都可以看得到 因此为什么要说悲歌啊 这悲的意思是什么 是悲哀 里边常常从字面上的语字 这个 悲歌的悲 事实上是高胖而动人 是相当高胖但很动人 因此在高台上悲歌的 他的腔调一定高还低啊 高 他在空旷的田野里边 我们中国地理形式西北高向东南倾斜 所以西北是什么 黄埔高原 黄埔高原上产生的这个腔调一定怎么样 像帮子腔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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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抗的腔调 所以高台上能不能演出难管啊 能不能唱坤曲啊 当然不行 所以高台背科一定是非常通俗性 庶民性 还有呢 他音量一定高唱 演出的呢 也是这个情绪性 比较激烈 不是那种 浅真低卓 一坛三坛的那种 细腻的东西 所以他的迷俗性是必然的 第三个是郭兰 郭兰为什么叫郭兰呢 这个还没有舞台以前呢 中国人的这个演出的场所 都叫 都在平地上 平面上 平面上 一说就有这样的一些名字 叫 五元 这个五元呢 就是在平地上 各位看 这个 这个是竹子编的 然后那个席呢 一定是什么 这个 这个古人 这个古人是 西地要坐 坐在这样的草边 或者竹子编的 这个 这个十一位之上 跳舞 也在这上边 后来 后来 就发展为 这个 这个 那个 毛子品 我们叫竹 竹子编 那么这个竹 就是 下面我们要说的 徐树 就是在平地上 把那个竹方块 因为在古代啊 饮宴的这个十月 一般 主席在这里 主人 主兵在这里 兵 这个 我们说做通 做通 就是 面向西的 正经 因在西边 所以老师叫西喜 按主人平座 啊 西喜是因为老师 一位高 主人请来 交出了 起始等于家里的 普人一样 但是因为他是老师 所以 主人平起平坐 因此叫西喜 那主人做工 面向西 所以我们说 你今天做工啊 就是怎么样 你坐在 主位上 这个东 这个东 然后 黑边内 就是在 远寒 中间 这个一块 就是 渠书 就是 沾 以前的 史压 延板 设定 演出的人 就在这上面 演出 上 下 灭气 断气 断气 就在这里 各位成安 像这个 渠书 为什么要不要用 宴藏啊 因为 它是在 饮宴藏 那像这样的一种剧场 请问 它是私人的 是公共的 是 所以 这种呢 反生的 细斑 我们就是 加力 各位看 这样 加力的细斑 演员 演员 艺术要怎么样 非常地精致 精致 艺术要很讲究 因为 兵主都是这里的行家 彼此互相怎么样 观赏 所以一字一英 都要讲究 那这样的这种 戏曲 请问 这个剧本 是一种文学性很高的 还是树文性很高的 文学性很高 文学性很高 文字化很高 就是剧场啊 引发出来 这些现象 这个叫 齐书 齐书就是这个 在夜里会演出 那忽然呢 这忽然呢 这忽然呢 后来在这个 岩 岩石的 这个 表演区里边 这个岩石 是 竹子边的 或者草籽 他会怎么样 在这旁边 会用 编着小竹子 把它做一个小栏杆 我会画好四周 这个小栏杆 这个小栏杆 这个栏杆 这个栏杆 是用线索把它 割结起来 所以叫 郭兰 所以 郭兰呢 原来是一种小型的 野树 由 徐书 献衣 等那个表演区 只是他有天空 你们啊 如果 在敦煌壁画里边 敦煌壁画 看看那些 天宁 在佛阿 菩萨 面前表演的歌舞 他们的那个表演区 就是 波女 我们是一直在和各位说过 读书做学问 不只是 这个文献资料 像这个就是 考古文物 导书 导书 那么这是郭兰 当然 也会眼镜 眼镜成怎么样呢 把它变成一个 高台上的 表演区 在高台上的那个台 旁边怎么样 有郭兰 这样演出也感觉比较安全 有个表演区 所以郭兰 后来 就叫做什么啊 就是戏宴的 这个代表 那为什么说郭兰 它这个什么呀 现役呢 因为 它是一种经济性的原作 外边 在室友们 观众要进去 要顾 观赏费 要买票 我们现在买票 那进去 当然要观赏你的意识 这些演员 这些演员就要艺术来献艺 收取人家的报仇 所以郭兰县 是一种商业性的演出 商业性的演出 那为什么后来又把 那为什么后来又把 济泥住的地方 就叫波兰县呢 因为 古代的岳父制度 里边的歌迹 歌迹的这个生活 一方面 服务官服 唱歌跳舞 服务官 二方面 也到 酒言歌詞 人家 这个 吃饭的这管子里边 酒言歌詞 献艺 那么 说知府 知粉钱 那同时呢 也可以到剧场里边 做演员 而且剧场里边做演员 很多 而这些剧女 同时也坚超了 我们现在 的那个 所谓歌剧 唱剧的任务 也可以留自客的 等于 麦身 所以他们住的地方 也把它叫波兰县 那 它的颜色呢 是 青色 如果不贵人家是 红色 所以又叫青龙 叫青龙 好 这是 四种现象 所以 既作家的 文学 作品 有些人 就专门会 取书献意 那些你读起来呢 不懂 也很平常 因为他用了点故 太多 他梦必 是给文人 敬武墙 成活的柴伙 但是如果在波兰县里 一定要 压属同赏 压属同赏 好 宫廷庆贺 不懂 这个亭 可不可以加 可不可以加 不行 因为 古代的宫廷 确实是在 露田的广廷里面 好 金安殿 下面有 一个单壁 阶梯 起红色 然后在那个壁阶 壁阶之下 混乎两航 一屏弯的系列 二屏弯 三屏弯 四屏弯 这种情形在韩国啊 你们在韩国去他们王宫 还存在 但他们王宫 比起我们的皇宫 那是 不能比 你如果到世界 回看一看 古代帝 那咱们终于 秧秧大国 你西方 什么繁朗 在工 什么 什么工 比起我们 还是 压压屋 压压屋 那韩国 日本 也不必熟 在那个时候 对中国人说 他们是 方邦 这个我们官民说 今天没有韩国同属可以熟 但是 你可以具体而为地看出 他的这个 所谓宫廷的样子 宫廷 那这个宫廷里面 为什么用庆盒 他的演出啊 平常也有 啊 啊 皇帝后悔 一些啊 一花圆的小宴啊 或者是 平常的一种娱乐 那么他的剧场也是 呃 这个不是正式大的剧场 也接近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所谈亏 啊 的这个 现象 可是在 庆年 万寿节啊 千秋节啊 万寿节是谁啊 皇帝 千秋呢 皇太后 皇后 或者是 这个 一年四季的 节路 啊 这些 都有 演出 那么这种演出啊 就绝大不是 仪式性的演出 性特性的演出 他一定要 排场盛大 演员众多 穿的衣服要怎么样 入力豪华 好 如果八仙 上海 每一个仙 都要算你七十二个 地址 那八仙要多少跟你算算看 那样的舞台 要多大 甚至有时候 外国 翻帮朝鲁 拉个骆驼来了 啊 啊 狮子上了 来了 哎呀 到上 你说这样的一种演出 能演出什么 我们想看的故事情节吗 它就是 排场 一种 无法热闹 谈不上艺术 谈不上艺术 只是一种排场的好法 目的在欠负 所以我希望各位 这五个句子 虽然我造的句子 但你们把它背下来 中国的这种 戏群 没有超出这五个 当然它有变化 譬如说 郭兰 郭兰 啊 郭兰 年代的郭兰 我们可以 庄家布施郭兰 也考察他那时候 郭兰的 行字 我们明代 也可以从这文献来考察 啊 即使进入 近代的 舞台 还有 他都还 保留郭兰 请问郭兰 是几面对着观众演出啊 三面 这个三面 正面 但是左右两面 它怎么 它们围起来啊 没有 所以它等于是图出 背后的那个 那一面 上面图出观众 因此观众 回到在这样的 舞台之下 演出 是不是也和演员 更 明确的可以 明确的可以 互动啊 这个和它体现的 腸 由腸 在 引化上来 叫五肌 就基础 就是舞台 也叫舞台 他还市面观众 这等于上边没有盖的什么东西 就是等于场 提高 就叫舞台 他还市面观众 刮风下雨的时候 什么 盖一个 屋顶 就叫舞庭 舞庭啊 庭台的庭 舞庭是不是在市面对观众啊 让他靠这风向 到五楼 西楼 后面就靠起来 所以西楼 五楼 事实上就是 我们所说的 郭朗的另外的名字 后来 到 像清代 开始有戏烟子 这个戏烟子里边 还喝茶的 观众可以一边喝茶 一边看 有些什么 酒楼 那就可以在这边一边喝酒 一边看 他的舞台 还是屠出 上面在观众室 这些啊 在北京啊 我去看过一些比较古老的 戏原子 像广和龙 那就是上面 一直到二十世纪 上海才出现 上海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现代 现代式的剧场 就是 什么 上海什么 第一舞台大舞台 还是什么 我很想忘 就是西式的舞台剧场 他叫上海 他叫上海 唉 我忘记了 反正不是大海 或者是衣物 它就形成一种 健康式的剧场 健康式是什么 就是一面 对着观众 其他上面 这种改变 这种改变 很大 从此以后 演出和观众之间 有没有一种疏离感 距离出来 就疏离的距离 所以 西方 上剧场 和中国人上剧场 等那个 心态 观赏的态度 慢慢解决 在以前 我们在剧场里边 因为上面 对着 观众 可以被观众包围 所以中间 那一个 是叫池子 是广大的群众 站着 可以在那边看 演得好 鬼叫都出来 好啊 叫啊 什么之类 我们 国家剧院部署 有时候还会有人 鬼叫两声嘛 大家能接受 就是因为这个传统 可是 像 我1978年 才被 所以 我们当时 那时候 我们是索国政策 我37岁 才用到哈佛大学 请我去 做访问学人 我才第一次出国 所以在美国啊 英国啊 这些地方 那 当然 我研究戏群 也都会 参与他们的 不管懂不懂 反正都进去看看热闹 看看样子 你现在 这个像伦敦的三叶天 那 可以冷得直直叫 可是那些去剧场的 那些女生都穿什么 你们知道吗 他穿露背装 我差一点 要穿大一点 他穿露背装 因为 这是他们的领 男生 有一些还穿燕尾服呢 又不是要演别人看 他自己去看 就如此 你看我们 中国的观众 一直到 二年 一号 我和 这个 艺剧团 到俘鲁木齐 去演出我的 这个 呃 慈禧真飞 在剧场里面 还有小孩 在他们叫来叫去 跑来跑去 在这个观众席里面 原来像果伐 钻来钻去 啊 我们的领导的干部 还这样搓烟 掉这个 翘阿郎腿 搓烟 然后还看到朋友 过来过来 这里有好处 过来过来 这里有好处 细在里 啊 所以 乌鲁木齐 的进步的情形 还比其他的地方 要少 这个就是 呃 一个剧场的 的这个什么 他的 子 他的这个 呃 跟牵一把 动全身 所以像这样的 五个 类型的剧场 是不是 观众层次 一样不一样 都不一样 观众层面都不一样 第一啊 要演出的 戏曲的题材内容 会不会一样 不会一样 戏曲所要表现的 这个 思想 子气 会不会一样 也不会 戏曲所要呈现的 艺术的这个什么呢 水准的高低和特色 会不会一样 不会一样 所以各位 于 我们所说的 过程戏曲元素 有九大元素 这九大元素 它彼此之间 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组合 形成一种 互动联绍的 有机体的组合 互动联绍的 有机体的组合 每个元素所代表的 真正的内涵 和文学艺术的执行 是各自不一样的 譬如说 在齐书院里面的那个 歌舞乐的结合 是达到什么样的 最精致的 表演艺术 那歌 是最艺术性的歌曲 那个舞蹈 一举手 一坨主 是非常优美 静主的这种 身段动作 这种身段动作 而在 这种身段动作 它有肢体上传达出来的 象征性的一种肢体的语言 可是像广场太阳里边的 隔五月几乎都还是初级的结果 彼此之间有没有达到融合的程度 还没有 它只是个结合联统 根本还不是融合 它每一种艺术 歌 歌牙 最初级的语言艺术 它的那个舞蹈 只是一种身体 肢体的自然的磨动 自然的磨动 没有达到肢体的语言性的象征和这个 主色 没有 所以这些学中国诗曲 其实 欧然不在这 那以上咧 我们做一个很基础的一种介绍 告诉各位戏剧 戏处于它不同的这个分野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谈静戴 也是大家体现没有注意到 后来慢慢涉猎到了所谓戏曲举重 戏曲举重的观念 也不是一朝一夕 完成 我呢把它整理過了 也發獎勵給各位 各位有沒有這一份戲曲劇總面臨變貴 有沒有 都有吧 好 這個寫成文章 那 貝勳你就來帶著大家看 戲曲劇總秘密定位 戲曲劇總是中國大陸50年代興起的名詞 近年已成為中國傳統戲曲研究的任務課題 各省所編載的戲曲制都關設到 但是其秘密還由此衍生的問題 住者長年以來的觀點和大陸學者所取得的共識不盡相同 住者有 論說戲曲劇總一文 其大藥模像 一 大陸學者之劇總觀 張公主編中國大百科選書 戲曲曲曲儀卷 戲曲聲腔劇眾條雲 區分中國戲曲藝術中不同品種的稱謂 中國扶元描迫 民族眾多存在著語言其音樂的民族性和地獄性區別 因而從戲曲形成之志 就有民族戲曲和地方戲曲之分 其中以演唱的腔調加以區分 稱腔或調的 如一揚腔、光子腔、揮調、挖滾腔等 為之戲曲聲腔 以民族或地獄的藝術特色相區別 稱戲或劇的 如膽劇、金劇、人戲等 為之戲曲劇種 每個戲曲品種 無論稱腔或調、戲或劇 往往冠以民族的、地獄的、樂器等 或足以表示其特徵的詞彙 作為區別於其他聲腔劇種的名稱 劇種指在不同地獄形成的單聲腔或多聲腔的地方戲曲和民族戲曲 聲腔與劇種的關係則表現為 聲腔是指戲曲劇種所使用的腔調 劇種所採用的特種腔調均可以為屬於一定的聲腔系統 除單聲腔的劇種 尚可採用聲腔名稱代表劇種外 凡數由幾種聲腔補成的劇種 大多不再以聲腔命名 而改稱戲或劇 中華人民公布過成名後 戲曲之種的概念被確定下來 同時戲曲聲腔也成為 從腔調和演唱特點區別戲曲類型的一種概念 並以此劃分各種不同的戲曲聲腔系統 大百科由大陸名家執筆 具有經典的權威性 戲曲曲藝卷1983年主辦 戲曲卷1989年開刑 影響盛大 譬如夢凡術 關於聲腔劇種史的研究方法 問題 於從戲曲聲腔劇種研究 劉霍聲劇種略論 薛若黎 劇種生機論 光人緣 新興劇種發展思考 五千號 新興劇種的新興優勢等 專門探討劇種的論文或專注 難至於像劉香如 福建發現的融網劇種數位器 雨雪 新興劇種紅骨劇 劉志群 我國藏系系統劇種論 劉思琴 關於新興劇種的歷史感思 以前句為例 等討論地方戲曲的論文 及近年中國戲劇出版社 所推出的中國戲曲劇種史同書 其所謂劇種的命意和概念 兼原本的大碼科 由此已可見 大目學者對於 所謂戲曲劇種的異曲的共識 劉思琴 剛才呢 劉思琴念的 這兩段 他重要的意義是 因為張庚 是大陸 剛時候 在戲曲學者裡邊 他們所謂的 練軍人 他是 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練習者 他 研究的 棒是戲曲的 所以可以說 是 海內外 所進入的學者 他主編的 這個大百科 這個 那也是一個 等於要另一尊的 一種這個 祖宗 有宜蘭雜燈 就是我們這種說了 你們就跟著來了 你看他這個一定位以後 他所謂的生腔 你們會慢慢發現 我和他們的 豬都不一樣 但是他影響了大陸的一些 研究工作者 是大 因為他們寫的書 就是 尊重牌 所以這兩段 你擺下來 就是 清楚的告訴徒者 他已經在大陸對於巨種的觀念 就是這樣 而且已經在學者裡邊 產生一種共識 就在這樣的一種 學術的分文裡邊 如果我們要提出異議 要推翻它 容易不容易啊 並不容易 好 我們繼續看 我想大陸學者 子之所以 以腔調作為 分別戲曲劇種的唯一基準 音風和劇種這一詞的來源 有一切的關係 蔣心玉先生 1992年 訪台時 曾交給我一篇論文稿本 題目是 戲曲劇種學討論 副題是 中國劇種的含義 以及其數量 首先就談到 劇種一詞的約定所成 大一說 1950年 他在華東文化部戲曲 改進處研究工作室 研究室工作 編輯出版戲曲報 半年刊 開闢一個叫做 劇種介紹的專欄 用以刊登各地進來 介紹各種地方戲曲的稿件 後來他從東選擇50篇文章 介紹了25個劇種和5個許種 書名叫做華東地方戲曲介紹 1952年於上海新聞一出版社出版 那年他調職華東戲曲研究院 組織發動華東各地戲曲研究人員 投入地方戲曲調查工作 總共收到31篇文章 每篇介紹一個劇種 他將之編為5集 於1955年前後陸續出齊 仍由上海751出版社出版 書名就直接兩檔的稱為 華東戲曲劇種介紹 1954年9月25日 華東區舉行戲曲觀目演出大會 歷時自12天 期間各寶圖片發表 參演戲曲劇種的介紹文章 大會紀念刊 用了七八萬字的篇幅 替了劇種介紹專欄 蔣先生說 劇種一詞 是否使於戲曲報也有可能 但難以肯定 這一名詞 由於戲曲報一直使用 影響日益廣泛 則是毫無疑問的 而我們知道 更由於華東戲曲劇種介紹 155集的風行語內 以及華東戲曲劇種大會 也媒體的推翻出來 戲曲劇種一詞 變為人們耳服能詳了 然而 使創劇種一詞的 蔣先生 對他又是作何解釋呢 他說 1960年12月 他參與修訂 慈海的工作 1981年 慈海戲曲組 負責戲曲部分的三個同仁 編寫出版的 中國戲曲曲曲藝詞典 上海詞書出版成出版 裡面劇種一條 基本上用詞海式文 都不大 全文不像 戲曲名詞 指戲劇藝術的種類 根據不同藝術形式 而分畫劇、戲曲、歌劇、舞劇等 或根據不同表現手段而分 墨戲、皮影戲等 戲曲由根據起源地點、流行地區、藝術特色和民主特點之不同 再分為許多 如樂劇、黃麗戲、川劇、琴腔、藏劇、壯劇等 三種不同意義中 目前用的最廣泛的是第三種 一般稱為戲劇劇種 根據1961年統計 我國共有劇種460多個 其中木偶、皮影等劇種近100個 可見蔣先生對劇種的觀念是直接由戲劇入手的 這一點住者和他相同 由此他又從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段分類 這一點住者和他頗有出入 因為住者規定為從藝術形式分 而蔣先生以表現手段 單作偶戲的分類法 並未能概括戲劇的全部 至於戲曲之種的分類和命名所存在的種種糾葛很困難 蔣先生在這篇戲曲劇種學導論中 雖一代舉例說明 但他說按聲腔定劇種不稱 我認為基本上是可取的 那麼他所謂的戲曲劇種 事實上也單止聲腔劇種而已 而俞從更有戲曲聲腔劇種研究 其戲曲聲腔章有云 一種聲腔產生知識總是以一種地方戲曲的面貌出現的 在戲曲發展的過程中 一種地方戲曲的流步傳播 演技這一聲腔的流步傳播 或者說也是這一聲腔所演唱的劇母的流傳 尤其戲曲劇種章有云 各種各樣的地方戲都帶有地方語言 音樂和戲上的特點 這種特點成為識別區種區分區種的標誌 從這兩條畫可見出於是之意 認為聲腔是由地方語言音樂和戲上產生的 而它也是識別和區分區種的標誌 我們不不論的所謂一種聲腔 產生之時總是以一種地方戲曲的面貌出現的說法 是否合作事實 但其意聲腔為戲曲區種的分辨基準 也不出戲曲曲意之間所取得的共識 各位再把兩位都是在大陸 這個戲曲研究很受推崇的 一位是蔣先生 蔣先生做學問研究非常的執著 也年稅也很高 兩位先生都很熟 畢竟我畢竟他們來 蔣先生是晚輩 我是晚輩 不是他晚輩 我晚輩 但是呢 是平起平坐的 晚輩的亡人之交 我來這個 我也請過他到他們來 這個 這個 然後一種先生 他可以說是專門研究戲曲劇種的一個學者 他呢 在也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當過戲曲研究所的所長 比我大幾歲 蔣先生是在上海 那我當年和余崇先生的交情是 我把他放一筆錢在他那邊 我說有什麼好處新書 你就給我買去過了 就類似這樣 但在學術上呢 我們還是都可以討論 說了半天 他們雖然有各自不同的說法 但是敢不敢去圍律 繞了半天 敢不敢去圍律那個 那個 那張庚先生的 腔調就是 吸取這種分野的基礎 可是他 我是覺得 什麼叫做腔調 他們並沒有弄得很清楚 沒有弄得很清楚 所以先把 第三位 這個 學者 他們的意見 而且行之有嚴的 這一些觀念 我們介紹以後 所以下邊就說 註者 註者 因為我這是在書裡邊 我將來的這個 戲曲 演進史 書裡邊的 所以用註者 如果你是單篇文章呢 就用比喻者 這有一點不一樣 註者就表示 我是這書的作者 那共性就是作者 但是 如果你是單篇的論文 比較普通的比喻者 註者一定是 你一本書裡邊 好 那看註者怎麼說 謝謝 謝謝 主者對戲曲之種之看法 主者認為 中國戲曲之種 應從三方面加以考察 其一 就藝術形式的性質來分野 由小戲系統 大戲系統 和偶戲系統之別 其二者為真人所扮演 前 前二者 前二者為真人所扮演 後者操作偶人來表演 真人所扮演的小戲和大戲 一件前論 其二 就體質規律的不同 而有體質序種 體質序種中 若單就唱詞形式的類型而分 則有詞曲戲與詩在喜之別 前者為長短劇 後者為整齊的七言詩 七言稱詩十言為在 又因為中國戲曲音樂 以公調、曲牌、腔調、反演為基礎 曲牌必有所屬之公調 即用以歌唱曲牌之腔調、反演 所以如四者間劇則稱曲牌戲 如單用腔調、反演則稱 擺腔戲、腔擺戲 大體說來 詩曲戲、戲曲就音樂而言 皆屬曲牌戲 詩在戲皆屬擺腔戲 其彼此間是相違連鎖的 因此可稱為詩曲戲 曲牌戲與詩在戲擺腔戲 從零件劇種來觀察 那麼宋元男戲、晶元、北劇、明清傳戲、 南大劇、短劇、街屬、曲牌戲或詩曲戲 清白亂談、晶劇及其他地方戲曲 大部分則屬槍擺戲或詩在戲 詩曲戲、曲牌戲、戲曲之種中 所以又有男性、北劇、傳奇、南大劇、短劇之分 難以其體質規律又有不同 北劇、大劇的體質規律 建立在四段、題目證明 四段不同風調、各語運到底的北劇 藝人如唱全劇、冰白、科犯、角色的七項必要因素 和解決、插曲、散場等三項可有可苦的資料因素上 根據戲文前來量戲文概念 形式地由題目、段落、開場與場次三方面論起結構 由公道、舉牌、套數、論起格律 如果再加上、冰白、科犯、角色、唱法等因素 數據可以構成 男性戲文完整的體質規律 張氏清輝年輕傳奇導論 序論就有樂大點戲文三種 論男性之體質規律 從題目證明家門唱作合一、唱白、出場情勢、下場詩、長短自由、角色、壞語、南北合套等 十項書籍與北劇之一同 其他傳奇、南大劇、短劇 都有男性、北劇之交話而順便衍生、詳詳文 至於詩詮系擺槍體的戲曲之種中 雖然沒有詩詮系取牌體具種那樣幾年的體質規律 但同樣有其上下語、協韻之規律 及其施戰唱詞與散說後排交替運作的形式 所以就體質具種而言 被稱作不安排的自然有別於傳奇 但因其以槍耀為主體 不一般只視作槍耀劇種 其三 以幽然演唱之槍耀為基準而命名的劇種 為之槍耀劇種或聲槍劇種 所謂 槍耀聲槍一見前論 戲曲體質劇種難戲曲傳奇的分野辯證有五說 一、戲文傳奇異名同時 一、二、戲文傳奇以明初五大傳奇為分野 三、戲文傳奇泰然而分在科劇的興起 四、傳奇時代的開展 以昆敲戲和陰陽敲戲的新生為標誌 五、男戲或戲文 限於世代北極型的民間藝人的集體創作 而以年輕作家個人創作作為傳奇 比以為男性順便為傳奇並非一招一招一招的事 而是經過長期的眼鏡及眼鏡大底式 首先 男性在人帶又被群化的現象 有了大臉戲文三種的小尊夫會有一陣 其後民陣得以檢視男性 正式古爾記、群青記、琵琶記、香檔記、三元記等 僅用北支曲 京莊記就如今一件合套 千金記、投幣記則是件北套 即是所謂傳奇成立 以男曲為主而雜入北支曲 而強迫、合套、北套獨立 乘出便成為體制規律 其次 男性在元代、幻門子裡錯立山和小尊夫 已有文詩化之跡象 到了元末、元初 由高明、琵琶記 更可見明顯的文詩化現象 該戲曲移入文人手中 就會沾染文人作文的氣息 其將尿者尚如琵琶、卓劇功巧、時時俊美 其擁業者並如龍泉五龍之 乃欲絕欲合之貴色 而難其文詩化以後即已無刺 傳奇乃繼承其特色而不相衰 其三 南戲至名家龍堅、梁城雲、百沙季 又水湖調演唱 而開始昏山水和化 同時諾家也擁有這種石調 到他們的劇組中來 如《光婷娜》《施魂記》 《張鳳亦》《弘弗記》 《高蓮》《玉湛記》等 其諷文詩傳奇 連南戲也有水湖調來演唱了 也就是說 南戲在北曲化、文式化、文曲化、三化之後 南齊南北曲之鎖長 提升文學定位、增進歌唱藝術 而成為精緻的文學和藝術 使得世代夫取之若悟 稱如《前南洋所云》 劇本的紀錄和流傳下來的《玉多》 未成大國而被稱為傳奇 至於題詞劇種之 所謂南大劇與短劇 如《傳奇》是以戲文為名替 經、北劇等北曲化 又通過文式化和昆腔化之後的產物 那麼《南大劇》和短劇 便是以北劇為母體 本身文式化後 又通過戲文或傳奇的 南曲化和傳奇的昆腔化之後的產物 傳奇、南大劇、短劇 其實都是南戲北劇的混血兒 有關《南大劇》和短劇 註則在《竹竹林大劇》蓋的藝術中 有詳細的探討 結論是 《南大劇》這個名詞是始於 名人、吳文煥、群英衛選卷26、高堂系 標目駐語 以下揭系南之藏劇 其揭說有廣俠二義、俠義的南大劇是指 每本四則全有南緒 忘記得所謂自我作异的劇體 其體質格律正與原人北劇南北劇相反 廣畢的南大劇則指 反用《南緒》填詞 或以《南緒》為主 而偶雜非緒或合套 折述在原生堂劇品所限的十億折之內 任許長短的劇體 因為這樣的劇體和狹義的傳奇 只是長短的不同而已 因當也是《南緒劇》交換的結果 因其偏向南劇範圍 故稱南 又因其偏幅較短劍美劇 故稱撒劇 乃合稱為南撒劇 短劇這一名詞 大概是於無前的明清戲劇史 他說 是由廠商之取 有岸頭之取 短劇雖未必經能發出廠商 然之諸岸頭 亦不攻魂是盟友 無論何種魂體之心 其作也見 其必嚴峻 雜劇之起為四折 中而至於有數十出之傳奇 無幾必反 凡者必亦有 並亦比日益就簡 短劇之作 擔憂一頁 從他這段話 我們呼不論其是否合乎 南北新劇推移交話的史實 則就短劇的秘密而言 也不很清楚 大體說來 短劇也有廣俠二義 廣義的短劇 是與長篇的傳奇相對而言 以及前面所說的廣義的南雜劇 因為它叫做傳奇 只是長短的不同而已 狭義的短劇則 抓紙 折數 折數在三折以下的雜劇 可用南去 背去或 合槍合套 因為它比起一般觀念中 四折的雜劇持作為短劇了 著者以為 對於南雜劇當取其廣義 對於短劇則取其詐異 無論南雜劇或短劇 其行制推移交傳奇為短劇 同時 偶爾運用或經用背去 這兩點 無疑是原人北雜劇的遺跡 而其另有南劇或跟北劇而採用登場 合唱以及加密行事 則顯然是人性傳奇的現象 因此明代目東東慶一致明皇 原法十年間後期的南雜劇與短劇 其實是原北戲劇的混血兒 它改進了原劇限定四折四套北劇 或過過過難平常的刻板形式 而代以南劇傳奇台場連套的 途中變化 以調節冷熱 並給予各角色均可認場的自由 對於場館 它既不受司者的限制 也不採取傳奇式的冷場 它僅依照劇情的需要 而在最多實力者之線內任意場館 所以南雜劇與短劇可以說是 改良後進步的戲劇形式 明初中建王對於戲劇藝術的表徑 也在這裏等到支持和方針 這樣的戲劇形式也和傳奇一樣 是由明一代的特有產物 因此我們若說到明藏劇 實在應當以南法劇與短劇為代表 才是 改劇發熱於明藏中期 只扣起了中期同步 降級滿清的跟蹤造極 只是逐漸五點化 中置脫離學書登上暗筒 而變成磁附的別體了 各位觀眾 我想啊 剛才你們聽 畢竟這一段的話 都很難掌握出 裡面的這個真理 原故呢 是他牽涉的問題相當的多 要基本認知的一些學員 我們都還沒講過 因為這個是書裡面的這個一節 那麼 下裡面有關強調概念 等等呢 等等呢 我們說 想上 想下 等等 會給各位啊 弄得昏陀風向 我現在很簡化 簡化 也就是說啊 張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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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以一種 聲槍 他所說的聲槍 做基準來做分野 可是 他沒有把什麼叫聲槍 聲槍和槍量 和這個什麼呢 和這個唱槍 聲槍和唱槍 槍掉 有什麼問題 他把他 混在一起 那麼許多學者跟著他來 來運用 運用的範圍 事實上 只限於地方事情去存 沒有把傳統的 這個 送金雜劇 原本 以下 我們所謂 美曲雜劇 南奇細文 就是歷朝歷代的 正統的劇總 納木討論 沒有 還有 蔣欣鈺先生 好像呢 有點年光大現 但是呢 但是呢 他也沒有 這個勇敢的 分野 傳統 傳統 傳統與地方 應當的分野 所以混在一起 他是緊張啊 所以他要轉路 大家都那麼說的 大家都那麼說的 張庚先生的那個 腔調 啊 身腔為基準的看法 那裕朝歷呢 也只是從這一方 所以就不會啦 在這個應當考慮問題的 周延性 他們就去片面來討論 片面來討論 那我所說的呢 是 古今的所有劇總 這個戲劇總 不只是 傳統的 地方的 不只是人眼的 也包括怎麼樣 我人眼的 我們需要打通這一些 把這些都打通了 你戲劇 觀念的理論 才 周延怎麼樣 完整 才 分辨基礎 穩定 然後呢 才能建立起一個 顛覆不破的 顛覆不破的 這種 觀念和統緒 那麼各位呢 因為 基礎還不錯 所以 剛才這麼一天 就覺得很 不操 分操 我現在把它寫在那裡 理清楚 我們的概念 是怎麼建立的 注意概念是怎麼建立的 對 學問 學問 有一種很難做的 就是你要創發 一門學問 這門學問呢 你要把它分裂 分裂是幹什麼用啊 願意入行 如果 如果 不先分裂 哪 咋咋咋咋 說都說不清楚 你看 我們看 朱柱青會寫 寫 寫什麼 寫起 你問問來 歌謠員就 他就沒有辦法把歌謠 分成這個什麼 一分就幾十種 幾十種 按不分有什麼分別啊 你也沒有辦法提江青 所以 那現在的 像現在的 食文學的研究 也一樣 食文學每一家每一派 各個有不同的分裂 分裂不同範圍 也開始討論的範圍 我們所謂周圓性 人人 那我是把那 我的食物學 叫做 是把 反正俗的 都雅和 這個一個界線 清清楚楚 是雅和俗 雅和俗 雅和俗 各有不同的 這個 問題 不同的問題 我們又可以歸類出 實性相同 因此呢 我總共不夠心 有二十幾類 這二十幾類 我總分四大部署 所以我的俗文學呢 就很清楚 很清楚 同樣的心情 具具狀 如果 你如果不 健康意忘 彼此之間就會打架 因為基礎不同 分出來會不會一樣 基礎不同 一定不一樣 那麼我們呢 就 用了三種不同的基礎 分成三種之類 但這三種類別之間 它是可以 互相 融通 互相 彼此詮釋 你這樣一來 你這個分類 就可以放置 是還要這種 一 戲曲是一種藝術 表演藝術 所以我們如果 你一句話 我 一句話 你一句話 分裂一句話 我們一句話 你一句話 首先 这些人眼的,人眼的诗句。 第二种是什么呢? 不是人眼,是木我,我人眼。 他们人眼的,有两大雷。 我人眼的,就有了。 傀儡。 他傀儡这个木我呢? 阿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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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鼻油 這是一滴數兩位 還有我們的 戲曲又是文學的 文學種在哪裡啊 種在語言 那麼語言會形成 文學的形式 就是載體 就是載體 那麼這個文學的載體 它 會形成 語之歸 那麼它有一點很大的 那麼它有一點很大的 這兩種 各自有發展 但是呢 也 各自有交流 在彼此的交流裡邊 以它為無敵 就形成那 難找著 以它為無敵 在彼此 在彼此 吸收 在彼此 它就喘生了 喘起 整個 南章劇 南章劇里邊 有些一折的 兩折的 有些些 就把它叫 的狂居 他們說體制規律裡面 從他的這個什麼呢 從他的語言 音樂為基準的 這一語言是長管一句的 那是儲取性 他的音樂 比較複雜的 就叫請牌笛 因為請牌笛 還有 有 攻掉 去牌 強調 他 他 是 他 是 他 是 他 那么齐人的 诗战戏 诗是七个子 战是个子 应该比较简单 这个翻译 就這樣翻譯 槍 就槍掉 也就是說他 沒有弓掉沒有弓 所以音樂就這樣 然後 就專門槍掉 來做基礎 那向明代 向明代就怎麼樣 就我們做車 有力在 有力在 上去的 有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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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而已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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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